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華信證券投顧大師兄蘇永仲 短充期限獲得專家 今天是2021年12月2號星期四 很高興在這裡為大家解盤 我想今天盤面主要就是航運股跟台積電 航運股加台積電會等於起航還是透度 這個非常的有趣今天 我想我昨天有跟大家講 台積電航運股貨櫃三角都形成麻花卷 隨時要卷動 今天把你卷從麻花卷往上跳 台積電跟航運股 形成一個雙主流 所以今天台股漲了100多點 可是台股很有趣的是 跟全世界現在走不一樣 叫台股變成最強最強的台積電 最強最強的台灣股市 所以你看看到這個非常有趣的是 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看到今天上漲加速300 你一家下跌加速733家 各位投票你會覺得今天盤雖然漲了 100多點 有航運股的投資朋友當然還蠻高興的 航運股繼續漲 往上來 總算長榮看到三字頭了 那雅民也來到一百十幾塊 可是其他股票好像跌得蠻慘的 我昨天有跟大家講中小型股票 你要特別的小心 所以今天漲 可是一般投資人會感覺很無奈 為什麼覺得無奈 因為指數漲 賺了指數賠了價值 很多股票都跌得稀哩花啦 今天 而且跌幅有的都蠻重 都4% 5% 6% 7% 所以各位投票你會看到一個非常有現象 那今天大盤 重新站上所有均線 那高點還是在11月19號的 17986還沒過 那 小心中小型股的補跌 我已經有跟大家講 預告了 那今天看到 跌得蠻慘的 那很多股票都形成一日行情 我們看到昨天漲停的 今天都非常的弱 那我們看一下國際股市倒球破 月線 昨天再破波段新低 拉斯達克破月線 昨天收盤再破波段新低 被半收在均線左右 韓股破波段新低 今天跌升反彈 還沒 談到 破波段新低那個 支撐點 上一波的低點 日本 破 港股 破 入股還是整理 德國股市昨天有反彈 可是還是都在跌破在月線 因為 這個地方 法國股市也是跌破月線 只有台股 站上所有的均線 最強最弱 所以這個拔很難做 很難 所以跟大家講很難 你到底要做逆勢盤 還是要做順勢盤 我想 這個時候我就 你聽鄭森 我會放這首歌 張正月的 我們講一下歌詞 我覺得 很貼切 有時候 把自己關起來 還是 學著把新門打開 台股市要把自己關起來 自己走自己的路 還是要跟 打開跟國際股市同軌 人與人的 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變得不理不睬 不理國際股市 我看美國股市 連續性的 做錯台股 都開低走高 開低走高 真的是 非常強 今天也是這樣 那是乖乖乖乖乖乖的冷淡 有時候 莫名其妙 哭起來 難道這就是 自怨自哀 還是自立自強 誰不希望 像飛鳥一樣 自由自在 誰不希望 誰不希望 只是 很難 台股真的很難 最後走出 自己的路 所以 各位同學 你心裡 要有一個底 台股在未來 會不會 補蝶 大家說 半補蝶一天把你補蝶 那天會很慘 我告訴你 一天就要把 跌的全部跌回來 其實我覺得 台股 如果今天是小跌 我覺得蠻好的 不應該是大漲 連續兩天 美國股市 都出現 這樣的現象 前一天晚上 美國股市重挫 早上的時候 NASDAQ或 道瓊吉 上漲 昨天就是這樣 台股 昨天就在上漲 昨天上漲晚了 結果晚上 道瓊 NASDAQ又中錯 開高走低又中錯 結果 我們又開低走高 然後 看到今天早上 NASDAQ跟道瓊 還是上漲 期止上漲 大家就期待 美國股市晚上會大漲 萬一晚上 美國股市 沒有大漲 小漲 還是又是中錯 他已經破跌 萬一又中錯 台股難道要 頂著國際股市 硬的頭皮往上攻嗎 各位投資朋友 你想想看 你有沒有覺得今天 這兩天你都賺了指數 賠了價差 我們來看一下 股票 所以為什麼 我自己在跟你說 你這裡一定要檢視 你的股票 那續報的亮縮 你看一下亮縮整理的 今天有漲起來有航運股跟台積電 波段前往三個月 沒有創新高的股票 你看都在跌 過三關的股票都在跌 一日航行的股票 都在跌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老師已經講了 對不對 你看又破跌了 今天又破跌了 聚合 智原 是不是 漲不上去 然後預創 是不是一日航行 今天又破了 偉銓店昨天漲停板 今天把漲的都跌掉了 看到沒有 偷家昨天前天漲停板 今天把漲停全部都吃掉了 又是一日航行 各位投資朋友 你們看到 國泰金 不會動 宏達電 昨天漲的 又快要跌掉了 又破所有的均線了 華航在這邊混 長榮航在這邊混 長榮今天整理完 今天拉出第一根 那這一根到底是真的 還是又是一日航行 這個地方我們要仔細觀察 雅民也是 萬海也是 萬海下午有法術會 那這一根到底是 真的要起漲線 還是 逃命波 各位看一下 那今天萬海漲停板 長榮雅民沒有漲停 都有留一點 一天小小的上行線 沒有關係 所以明天非常的重要 明天非常的重要 各位一定要把握 台積電也是拒絕要上來 那到底這個是真的 還是假的 我們看到整個台股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台積電今天漲15塊 今天漲了138點 你看一下台股連續性的上漲 真的很強 台股連續性的上漲 所以各位你要特別 注意一下 台股的情況 這個地方到底是 要漲真的還是要漲假的 我們要這邊 要特別注意一下 真的很怕 補跌 可是呢 國際股市在跌 我們就是漲 那你也不能說 那漲是怎樣 那漲就是漲 只是說你手上的持股 在這裡能不能獲利 這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這裡要特別 關注一下 行情 在這裡會有什麼 一樣的重大的 變化 有一些非常重要 你不要說 在這個地方你發現 賺的指數 你會發現最近兩天 下跌的加速都是 比較多 中小型的股票 而且每一次中小型股 隨便拉回來 都非常的深 你看一下 你看 你看一下這個都已經跌兩成掉了 你看 對不對 這個 浴創高點也跌了兩成了 你看 各位投資朋友 你有沒有注意啊 這個也跌掉超過兩成了 你有沒有注意 你的股票也跌掉兩成以上 所以這個超過兩成了 你套在高點的 你有沒有發現奇怪 大盤離最高點沒有差多少點啊 今天1772 724 17724 高點17986 差200多點而已 那怎麼行情 為什麼你的股票很多都已經跌掉兩成 像這個你看 長老闆也跌了兩成了 華航也跌掉兩成了 你有沒有注意啊 這個宏達電 還沒兩成了 一成多也快兩成了 不小心就又兩成了 各位投資朋友 你有沒有發現 很多股票在這裡都已經出現所謂的 利多不漲 所以我一直跟你講說 你在這裡一直要檢查你的股票 一定要見解你的股票 一定要來找大師兄 在這裡 一定要找大師兄 這裡很多主力的出貨手法 你有什麼股票 該砍的 該留的 在這裡一定要趕快處理啊 一定要趕快處理啊 不要等到說整個全面補跌的時候 你要走就不會付 各位啊 這到底是要台積 韓國企航跟台積電作為企航 帶領大盤 逆風而行 還是偷渡啊 偷渡啊 偷渡啊 然後讓其他股票全部 都掛掉啊 拉台積電 拉基盤的偷渡手法 就像今天如果是拉萬海 然後馮高去出 陽明跟長榮 各位啊 要怎麼做 啊 又是一句行情怎麼辦 我真正很希望台灣股市去 我也很希望台灣股票 叫我第一名 上京上榮 但是 很難啊 短期可以啊 短期你護盤 你逆勢走 可以啊 但是長期呢 中長期呢 在外資 到底是拉起來給自己跑 還是給外資跑啊 各位投資朋友 各位親愛的家主朋友啊 你要看我啊 看得懂 看得懂行情 看得懂 國際情勢 我真的很希望國際情勢 還是一片樂觀 可是 我們用 現實 用實際來說話 台股這幾天 真的非常的強 逆著國市 頂著國際股市 頂著鋼盔 往前衝 但是 我不希望投資朋友 因為這樣 看到指數漲 然後 你都捨不得 賣手中的 股票 不懂得 停損 停利啊 那這時候 就真的 後面 等到你發現的時候 你已經被 溫水煮青蛙 煮到 已經快熟了 想跳 都跳不起來了 各位投資朋友 你知不知道 溫水煮青蛙的故事啊 溫水煮青蛙 就是在 把青蛙放到溫水裡 慢慢加熱 一開始他覺得 非常舒服 然後慢慢的 慢慢的 結果等到發現 水很燙的時候 他就跳不起來了 一般水很燙 我們放進去 是不是會 很燙會跳起來 倒起來 但是 溫水煮青蛙就是 你已經 麻痹了 跳不起來了 然後最後就熟了 要了解這個 故事 這個典故啊 各位投資朋友 因為 今天 我們解盤就解到這裡 希望各位投資朋友 你在這裡要看清楚 行情 這裡大師兄為什麼不 喜歡帶你們做 因為我 不會 想逆市 逆國際股市做 所以我這裡寧願觀望 所以我最近都告訴我的 會員朋友先觀望一下 等行情穩定 我們再來出手 到底國際股市在這裡反彈 還是國際股市還要在這裡破底 如果國際股市是持續破底 那台股將何去何從 那當然國際股市如果在這裡能夠 直穩反彈 那台股當然有它的基本面 還有機會在往上攻 所以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先 停看 聽一下 好 那把握這個機會 在這裡非常的重要的 關鍵轉折 隨時行情都有 重大的變化 你要把握最新的資訊 最快的資訊 把握住 電話 柏晉男 02239 239 800 239 239 88 最好祝大家 順庶 平安 花大財 謝謝 本公司以往之績效不保障未來破例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佔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派辦 實現評估並次付投資風險